介绍中间头,再来重播显 营营台胸、会台导主、立委丹民文 共务正式开发跟一关重播显公关隆重申入行区 邀请到经济部长新营典 出列到工业局的副局长由佩金 一平党丹建东和地主台藤公司 副总经理郭浩柔顶人 在公关隆重申并扯基盘水平会 新部长也行到定案两档来开发完工 经济部长新营典表示 中部养公关隆重申入行区开发 主要是营养美兆不严无差 台胸会台建策用地输求 经济部会要求工业局在今年的完成会议 每年车发报党工 一处两档的时间一百十年以内进行 进行完成工业区的开发 向上会会台导主的台胸划进来设置 并且在党工建策公共设施的时候 对舅舅和台舅开始导主台行 开始建策枪 在北东的贸易战 大家都是因为台湾已经纳入 印太核的战略位置里面 所以回台和核主的印页都非常高 那现在我们家裔的外部 买到北架和北架 大概所有的外部都一十五框 现在买到日期的开发 所以现在一直要赶快 来规划公管农场 公管农场在今天保定来给大家做一个专业 最主要就是 已经跟所有的相关单位确认了 那公管农场在今天正式宣布开发 确定 那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就进行规划 到年底能够规划完成 明年初就可以开始划包 所以大概两年整个公管农场 开发面积75公顷 那这个产业面积大概52.5公顷 大概两年内 就是苹果80亿 就可以开发完成 那应该在两年后 厂商就可以来进驻 所以未来我们今后的公管农场 将会是一个 引进低污染高产的产业的一个产业园 李维达民文表示 台湘会流中近6千亿 因应美中没疫情 台湾已经落入最高党主的出力位置 台湘会台党主的议员非常严重 跟议员大波比 买到后一期生涯航空已经一承二空 买到后一期已经开始开发 所以他一直结极策 现在必须要冠近整个公管农场的开发 今日已经在部新部长 特別南下向乡亲市民 新部长也正式拍板开发 未来公管农场将行为给予游 顾三日的生涯航空 带动台湘的经济经济发展 新新闻中来信 杜博香 彩虹 伯登